歡迎收看大爾畫之大陸的骨灰市在二零一六年開 開盤的時候雙雙下挫投資人可以說是叫苦連天 所以有一些人他就喊說遭了今年的春節要節儉過年 對不少台灣民眾手中就握有人民幣 或者是大陸股票基金現在應該是逢低買進還是趁早出脫 今天我們就請專家來指點迷津現場來賓是富蘭克林資深協理盧明芬 各位主持人好還有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明芬他們服務的這個集團旗下有好多中國基金 請問你最近還好嗎 我覺得市場反應一定是有的 因為近年來我們可以看到入股的一個指數大概跌幅將近兩成 所以有一些有來電詢問的一些投資朋友的確是有 但是我覺得就資金的就是說會不會引起大量的贖回 我覺得目前市場上並沒有聞到這樣的訊息 台灣投資人還算冷靜 對因為其實大家可以回過 2015年就去年去年其實也有經過兩波整個入股大幅度的修正 但是你會發現股民是越挫越有然後大家也經過去年兩次的震撼教育 所以對於現在目前市場上的波動其實都可以比較以理性的對待 那當然就是大家最想知道就是那這一波修正之後股市還會不會有上升的機會 那你們會不會接到很多詢問的電話 因為通常我們在投資基金的時候 我們有兩種人有一種他會隨時去關心他的那個行情到底怎麼樣 然後有的他可能就放很久他都不管他 那是長期持有基金 不過我想最想瞭解的 因為我手上也有一些人民幣 現在到底應該把它賣掉呢 還是趕快可以再買進來 其實人民幣我覺得其實因為臺灣臺灣又有一點點就是有點跟其他國家不太一樣 因為我們很多人其實跟在對岸都有做生意嘛 其實都有實質的交易需求 所以我覺得人民幣是不需要就是說你近期聽到一些負面消息就要急著把它賣掉 但是你如果是你要做投資上面的運用 其實我覺得是不是直接去持有人幣 而是要去持有人民幣計價的像股票型基金或債券型基金 你要賺的不是只是會價而會差 應該要賺的是股票增值或債券價價格上漲 他是一個綜合收益 不要單單放在一個籃籃子裡面 因為其實單一的貨幣一定是有一些風險 那我覺得以今年來 因為其實大家都知道最近就是對岸有做很多很多的 就是希望讓他他在國際舞臺上的地位越來越強 越來越重要 所以包括之前去年十一月 這個就是那個 MF就是國際貨幣基金 他才讓他加入他SDR特別體管圈 那甚至今年六月大家也會再關注A股 是不是可以加入MSCI的指數成分 所以因為他希望能夠國際化市場化自由化 所以必要的人民幣的這個控制的區間 他就會稍微放寬一點 所以我們預期今年可能人民幣相對來說 還會有一些小幅的貶值的一個空間 還會再繼續貶下去 因為現在央行已經 大陸央行已經出手去干預了 而且還放狠話 那這樣子接下來的走勢 我們都很關心 他說還會有小幅貶值的空間 那到底是多大 其實我覺得其實對岸的決策者 他們其實是希望說 這個浮動的區間不要過度 就大家不要過度反應 所以他適度去稍微去拉抬一下干預一下 其實我覺得對投資人來說也是好的 因為有時候投資人 因為有時候過度去解讀決策者的一些措施訊息 反而造成恐慌 然後可能有一些比較大量非理性的一個賣壓 他現在去稍微的去調整一下 其實也讓大家對整個市場信心有一些就是比較凝聚一點 不過基本上我們會覺得就是在第二季左右 就是第二季到六月之前 可能人民幣的一個價位 應該還是會維持比較穩定的區間的一個波動 不過下半年就是要看了 因為其實因為我們知道 今年十月份SDR要正式生效 那他一定是會希望你這個國家 在一些匯率上面不要有太多人為的操控 所以這個部分就是大家可能就是還要持續的去關注他 不過對那個 比如說對那個長期持有人民幣的投資人來講 其實他心裡會很擔心 因為過去因為隨著這個中國大陸的經濟成長 所以他人民幣一直都是在升值當中 對對對 大家其實賺了不少錢 結果突然間看到他貶成這樣子 真的是嚇壞了耶 其實可是我覺得大家 雖然看人民幣好像有 好像覺得他很劇烈對不對 但是事實上如果你把它攤開一看 跟所有新市場貨幣來說 他是最穩定的 就算他最近有這樣小部分 可是他的一個區間大概只有正負一個% 正負兩個%左右一個水準 其實相較於大家知道嗎 去年像巴西拉可能跌幅就超過兩成三成 之前的那個南非的南非幣的部分也跌幅超過兩成三成 甚至四成像這種劇烈跌法 我覺得你在人民幣應該看不太到 因為就是政府會適度的去稍微去調整一下 對他他不會容忍他有太大的波動 所以人民幣的雲銷飛車他的落差不會太大 對不會太大 其實還有就是說 對我們來說 我們去購買對岸的資產變得便宜了 對不對便宜了 而且其實大陸股市 雖然說他震盪很大 可是大家知道嗎 去年其實路股 如果光是指數來說 比較大大型股的指數 他大概去年漲了一成 其實他就足以去cover你的 匯率上面可能有一些波動的一個影響 那甚至如果你挑對了個股 其實像創業版 去年的漲幅甚至高達八成九成以上 所以其實你挑對了個股 挑對了類股 其實他那個股市的增幅 足以去cover你外匯市場 這部分的小波的一個波動 不過明芬講的是指那個基金的部分 因為你合在一起嘛 對 股會兩個一起合併的去操作 你就可以互相去平衡一下 但是對於專門在做人民幣投資 或是大陸境內 他們自己的民眾手上持有人民幣 或是他有出國需要 這下就很緊張了 對 就那種民群眾的預期心理 反而會是他一個很大的壓力 所以很妙的是據說現在到大陸的銀行 你要去換匯的話 銀行它會使出一點小小的招數 讓你沒有辦法一次換太多的錢 我們一起去看看 人民幣貶值 大陸民眾搶著去換美元 可是大陸的媒體像新華社人民日報 他就呼籲說不要現在去搶金美元 可是到底應該聽誰的呢 市場還是官方媒體 你專家怎麼說 其實大家可能不曉得 在以前因為大陸其實是一個就是 對人民的一些資產 是有比較多的控制的 但是可以看到這一兩年來 政府其實有適度的開放 所以好不容易人民覺得 他可以去持有海外的資產 當然你就會發現那個資金 是一直往外移出 但是我覺得這是一件好消息 就是至少他資金的流通 慢慢的讓他有點自由化了 所以而且就像剛剛提到的 大陸當局 他們希望抬升自己在國際舞台上的地位 角色 而且能夠影響整個全球經濟 所以他積極想要加入 SDR 基金要把他中國A股推出去 所以他做了很多的措施 大家也可以數得出來嗎 比如說開放就是海外的資金 到我的股市來做投資 所以有很多的QFII RQV的部分 甚至自己的資金也要走出去 所以有QDII 還有甚至大家之前都知道 滬港通 現在要談深港通 這些資金就是他這些措施 就是在為他未來的整個人民幣的國際化 在做準備 所以我覺得如果現在他們 因為大陸人民 其實他握有資產 大部分就是在國內的國內的市場 其實大多數都是買房地產 其實股民佔有的就是股市的交易的 所創造的財富 佔他們所有整體的財富 其實還是很小的 所以現在如果說他發現 他有一個流通的管道 可以把資金稍微兌換成外幣 其實這不妨 這不會是不好的事情 其實資產本來就要做分散投資 要做一些配置 我現在手中的人民幣是 一塊錢美金對8.21人民幣換下來 請問現在到底該出還是該進 我應該獲利了結了嗎 因為他已經8.21 然後到現在已經是貶到6塊多 林豬沒有說清楚 你當年買的時候是對8 你怎麼可以說是我的呢 民芬 當然如果說是以照趨勢來看的話 因為我們知道美國現在 大概是所有的主要經濟體當中 就是首次升息的 那而且在未來兩年 可能美國還是會有持續升息這樣的動作 所以相對如果就貨幣這部分的一個 相對值來看 的確可能人命稍微會比較弱一點 所以換句話說 應該要獲利了結了 8.21進場的 現在應該6塊多 應該要趕快獲利了結了 不宜戀戰 你也可以 的確是可以做一些 就是我是覺得啦 如果現在你是現在要進場的人 我覺得無妨 就是可以適度去換一些美金過去 那等到就是說 其實因為美國升息一段時間後 其實其他國家可能開始也會跟進 所以也會希望把他們利差縮小 所以到時候如果人民幣有開始 又有往其他的貨幣政策方向在走的時候 你就可以慢慢再把它換回來 這從原本的美元再換回人民幣 就先獲利了結 然後等它再明朗一點的時候 再重新換回人民幣資產 也是可以的 這樣會是一個比較好的投資方向 我們常說會市其實跟股市 它是個難兇難敵 你看它的那個會市扁 那股市會怎樣呢 廣告之後回來 我們要來看今年中國大陸的股市發展 所以大家看這個會市貽 拿破裕子只剩下的,他不知道,他都只剩下的 根本我相信中国古人的大体 我以为中国这日不能够使用的继续 第一个理由没提高人,第二个理由有杂地货 各种用的继续,为了控制制数,为了控制国家 2016年开年,让大陆国民最难忘的回忆就是熔断机制 甚至他们还是要说这个机制在西方实施了40年 然后大陆一天就把他玩完,为什么? 其实这个就是,就是投资人的一个想法 当这个想法一直出现的时候,就是因为他的熔断 其实原本是好事,原本是利益是好的 因为他觉得大陆去年真的震荡太频繁了 所以他觉得说,透过这种熔断的一个方式 让他恢复理性一点,但是就有趣了 因为他是跌幅五个percent的时候 这个个股他叫暂停交易十五分钟 然后如果他跌到七percent就整个就休息了 就直接停止交易到收市为止 对,但是有趣的是就是 当大家发现他已经跌到五个percent 就想不行,我如果再不卖掉我就要 怕他逃不出去 所以就是因为投资人这样的心态 整个就只要跌到五percent 就整个就跌到七percent 就是所以就是有一天就是整个股市 开盘十五分钟 那就直接收市了 史上最短的交易日 对,不过其实我觉得的确是 就是说这个利益是好的 但是他忽略了这个大陆股市本身的特性特质 因为他并不是一个成熟的市场 他是一个散户为主的交易市场 对,所以他不了解大家投资人的心态 就是当一群散户 他不是很理性的在看待股市的时候 很容易以一个消息而产生所谓群羊效应 羊群效应 就整个就是跌到让你害怕 所以产生大家就开始担心 是不是有流动性上面的问题 不过索性啦 就是他们的一个当局也是 还蛮就是当今立断 对,因为据说 李克强很生气的震怒之后 就停止了熔断机制 就把它停掉 但是他们自己的股民就有好多的 关于熔断的黑色幽默在 比方说他就会把熔断这件事情 放在喝酒这件事上 他说本人在此郑重宣布 从今以后喝酒 如果超过五杯 感觉到有醉意 就启动熔断机制 假设过了一个小时之后 依然醉意未醒 那就直接停止喝酒 一直到这段应酬结束 天啊,蛮有趣的 然后包括上班也是啊 对啊,上班 他说上班如果 那个上班的同仁有百分之五 开始觉得提不起精神 那这时候就启动熔断机制 大家开始休息三个小时 然后三个小时之后 如果还继续的话 那就一直休息到下班 熔断机制 其实我有听到我们 就是同行的朋友就说 你知道 因为那时候刚好是熔断嘛 然后就是有朋友就说 哎呀,现在我们公司啊 最最最忙里偷闲的就是 这个超入股的基金经理 他们只要上班十五分钟 就可以直接下班 对啊,就是 可是我觉得 虽然熔断他宣布暂停了 但是后面的 这余震还是有点 还在发酵 所以后续 接下来的一周 其实股市还是蛮震荡的 那讲到基金经理人 在这次大陆股市如此的 因为熔断而整个被熔断之后 那个基金经理人 他们的应变反应怎么样 其实我觉得这个部分 我们基金经理人 其实还蛮冷静 还蛮理性的去面对它 因为他觉得这一次市场的波动 并不是基本面发生的问题 而是这个措施似乎 还不太能够适应它 所以我觉得短期 所以他反而认为 这有时候是一个 因为熔断而产生一个非理性的卖压 反而是一个减便宜的时候 因为它并不是 是财务基本面发生了什么事啊 不是这个个股有什么事啊 是因为机制导致很多人 就是先抛了再说 恐慌性的卖压 可是明芬我觉得 比较不一样的是 因为大陆的股市 它是散户为主 它大概有九成 八成到九成 全部都是散户 那机构法人 都是比较少的 那基金经理人 在操作这种大陆市场 它等于要跟散户对 博看谁比较厉害欸 那这样子的话 你们的基金经理人 怎么去应对这样子 一个中国特色的市场呢 的确是因为 入股的一个波动 真的是蛮大的 其实我们看一下 就是它临近的市场 可能它真的波动 它的β值很高 不过因为我们今天 它在选股的标定上 其实有一句 有一句礼语啦 大家其实是说 其实你投资就是 不要跟政府对坐 政策对坐 其实以大陆现在 目前的一个执政的方针来说 其实它就是希望能够 扶持一些新经济产业 然后创造内需 能够缓解国际经济变数 对整个大陆市场的影响 所以呢 我们在挑选一些类国的时候 就会遵循这个政策上面的方向 比如说我们挑选一些 跟新经济有一些挂钩的 对有关联的这种产业来配置 然后包括在甚至在包括在国企改革 军工的部分 我们都觉得这部分是 政策就是要让他这个 这个产业有很大的作为 希望他资产能够活化 那我们可以在当中去寻找很多 很有具有吸引力的投资标准 可是现在有一种说法就是说 大陆的经济 一直可能会持续往下 那大陆的股票市场 今年到底是怎么样 会牛市还是熊市 在很多人都会这样问我 因为他的 他原本的经济成长 以前都是双位数嘛 对 5%好像交代不出来 但是现在其实连习近平 他自己也说 未来五年我只要保持 6.5%以上就好了 所以显然他们经济 因为要转息 所以他可以容忍 比较低经济成长的环境 但是大家想想 这么大庞大的 这个十几亿人口所塑造的 这个经济产值 其实是 不是我们可以想象出来 就算他只有 6.5%的GDP 他的产值 其实还是很大的 对 居世界第一的 他他影响全球的经济是很大 甚至在新市场的部分 新市场一定是受他影响 那我觉得 那在去年 有趣的是 大家都希望看到 经济数据是坏消息 那每次他 中国公布了坏消息的经济数 他们就 太好了 因为他一定又要 政策力多 一定要释放政策力多 要刺激 他是逆着 真的 所以反而有更多的 刺激政策出来 所以入股反而是上涨的 所以如果现在数据太好 反而让大家害怕 他是不是要缩减一下 他的刺激政策 不过今年有一个变数 大陆的股民自己也在议论纷纷 就是他的股票注册制度 这件事情到底对于 入股是好的影响还是负面影响 我们就来听听看 这应该算大陆的空头总司令吧 我们去听听看 郎选平怎么说 A股市场总有266家上市公司 是三年负利润 那么这公司的数量呢 占到所有上市公司10% 那么这266家公司的 资产负债比率高达70% 就在他们负利润的三年期间 你们猜一下 他们圈的多少钱走 这么差的业绩 还能够圈2500亿 我们股民的钱 只要一开放注册制 海量的垃圾公司 或随着亚马逊 和脸书 Facebook 一同进入中国的股市 那么不论我们股民有多少钱 都会被这些垃圾公司 给圈走 好吗 因此长期之下 中国股市恐怕是 进入大雄市 股票注册至今年三月会上路 大陆专家认为 这样会使大陆股票市场出现海量的垃圾股 这样对大陆的投资人到底是好还是不好呢 您的看法 有时候当然如果说您是就一个负面的一个角度来解读这件事 当然你会觉得突然会有新增很多股票嘛 对 好像似乎就供给会大于需求 好像造成整个股价的一个震荡 但是其实你从另外一个方面来看的话 就不一定是这样子了 而且其实最近这个他们政府当局其实也提到说 我三月虽然要启动这样注册制 但我不是一次开放所有的股票都上市 我是循序渐进的 未来两年内我要依序让它慢慢的上 所以市场可能股票增加了 但是他不会一次性给报大量这样的一个状况 而且我觉得他透过这种注册制 其实不见得不好 因为过去他们的审查制度 其实这个文件的往返 其实很费时的 而且还有中间好像会有一些人谋不张 我买通这个审核的人 那我可能就会比较快去上市 他是比照美国跟日本的方式 我觉得他其实就是像回归市场化的部分 那透过这种注册就是申报制的方式 可以缩减你的那个流程 而且也可以让一些比较中小型的 有创新能力的有成长性的企业 因为他在以前可能没有办法 透过资本市场去融资 那现在他开放这样的机制了 所以这些如果很有潜力的企业 他就可以透过这部分 透过资本市场 透过股票市场去借得他应有的资金 当然一个制度的产生 当然一定还是有一些不足的营业 他应有利有弊 不可能是一个完美的政策 但是我觉得他真的是朝向国际化来前进 跟国际接轨 我觉得应该要认识他才对 越是开放投资人 其实自己要做功课就越多 对 就不可以完全听消息 像傻瓜羊一样 跟着起的羊群像一广 告告之后 回来我们要继续回答网友提问 2015年中国大陆的经济成长率是6.9% 创下25年来的新低 其中这个进出口是双双下跌 等于说是带动经济增长的三头马车当中的进出口 投资跟内需 现在只剩下可以消费拼经济 看起来状况大家有很多的问号 所以网友就问他说 大陆今年的经济会触底吗 您分 你们的专业分析 其实我觉得6.9不是太差的数字 就是因为产物过去大家也曾经喊过 是不是可能甚至有跌到5 就是有一些更保守的人 你说看衰的 看衰的对对对对 那6.9我觉得至少他还是有给大家一个交代 他基本上他的确是也有站在习近平要求的水准之上 6.5%以上 但接下来我觉得经济有可能 今年的确是会有触底的可能性 因为很多的市场其实过去这一段时间也都经历了比较大的震荡 而在今年我们觉得在亚洲的经济成长率甚至大家很担心的拉丁美洲东欧市场 今年的经济成长率是有机会有负反正 而亚洲的部分我觉得中国当然因为政策的一个一直在出台的部分 那也许在下半年他的一个成长动能会比上半年来的好一些 那一方面就是因为大家都觉得应该说他这些的出台的一个动作 其实在下半年可能可以看到有一些比较实质性的进展 而且在今年整个企业的获利成长率在亚洲啊 在亚洲地区甚至在新市场地区应该可以慢慢回归到两位数的成长 因为在去年其实是他的获利成长率是下滑的 那今年其实都有比较明显的上市 所以我觉得今年不宜把中国的经济看得太差 所以说你说今年应该就是会是底了 然后之后会再往上 就是会慢慢 应该不至于啦 但是我觉得他也不至于有时候太多 对 因为他就是太大